想疫情早日结束 无论香港还是内地的专家都说要等疫苗 那究竟距离疫苗成功研发还有多远呢? 根据新华社报道 内地再有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获得国家药监局一二期合并的临床试验许可 两款疫苗都是灭活疫苗 分别由国药集团和北京科卿中维生物科技研发 科研人员利用物理或者化学办法 令到病毒失去感染性 但保留它引起人体免疫反应的功能 好处是工艺比较成熟 质量标准可控 连这两款 目前内地的五条疫苗路线 有两条都进入了临床试验的阶段 其余三条当局预计在4到5月 就会申报临床试验 其中发展得最快 由军事科学院研制的腺病毒载体疫苗 已经做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正是招募着500个志愿者做测试 领先全球 这款疫苗早前完成了的第一期临床试验 据报有测试者发低消、弗力 和出现接种部位痛、关节痛等等的副作用 但都在短时间之内恢复正常 当局就强调 在尽快研发的情况之下 都一定会保障疫苗安全 这个疫苗本身它是一个用于健康人的特殊药品 它这安全性是第一位的 所以在这个应急审批过程中 始终坚持 尊重科学 尊重规律 以安全有效为根本的这个方针 坚持特事特办 那么在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 通过这种无份的衔接 他强调这些疫苗都要做足动物测试 才可以做临床试验 而且临床部分都要经过三期 才可以获批上市 根据内地的规定 疫苗临床研究的第一期 是用来测试疫苗安全 和产生免疫反应的能力 第二期就是进一步确认 免疫的程序和所需的剂量 并且统计不良反应的数据 最后第三期就是评估疫苗的有效性 需要过万人参与